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彻底改变了溥仪的人生 从此之后 溥仪变成了清朝以老手中的傀儡 从而走向了悲惨的一生 溥仪1924年被凤玉祥赶出了紫禁城 之后在日本关东军的威逼力诱致下去 为满洲国当了皇帝 可是当傀儡的滋味并不好受 几番折腾 本来雄心壮志的溥仪 最终变得战战兢兢 天天提心吊胆 好不容易凹出了头 却就家破人亡 父亲1951年去世 之前的妻子李玉琴也不再管他 只希望和这个封建残余划清界限 后来溥仪与护士李淑贤又结了婚 却因为生理原因 被李淑贤歧视打击 把溥仪打得相当抑郁 没过几年就郁郁而终了 最可悲的是李淑贤临死之前 特意吩咐身边人不要将自己溥仪葬在一起 这话如果让溥仪听到不知有多惨心 在溥仪改造期间 溥仪经常遭到犯人们的欺负 很多战犯原本都是溥仪的下属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战犯思想还没有转过来 对溥仪仍然行君臣之地 但是后来大家看溥仪没啥气了 也都纷纷开启溥仪的玩笑了 称呼由原来的皇上 上边而变成了老溥 没人再给他铺床叠北了 也没人再给他缝补衣服了 甚至还有很多战犯故意欺负溥仪 嘲笑他干货慢 是个笨蛋 可怜的溥仪在狱中变得十分自卑 出狱后心态与之前大不一样了 只想好好找个女人过日子 可惜现实再一次耍了他 溥仪在改造期间 曾经还藏过很多珠宝 这些珠宝都是溥仪从故宫逃出来之后随身携带的 后来逃亡也一直带在身边 在初期改造过程中 溥仪还存在反抗情绪 当大家集体学习的时候 溥仪表面上是在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 但失败 地理却给犯人讲雍正皇帝的玉皮 还让自己身边的侍卫 将珠宝全都藏起来 但是后来由于身边人纷纷背叛了溥仪 甚至连他的职责都要威胁他 向上级告发他私藏珍宝 溥仪无奈 只好将所藏的宝物主动献出来 在溥仪献出的这些宝物中 其中就有一件田皇三连印章 据说当年溥仪离开故宫的时候啥都没带 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块印章 后来逃亡的时候也一直随身携带着这块印章 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田皇三连印章 可以说是国宝籍的文物 田皇十三连章 为清朝乾隆皇帝的印系 甚至乾隆皇帝的喜欢 方洗均长2.6厘米 宽2.6厘米 通高10厘米 椭圆洗长径3厘米 短径2.3厘米 通高10厘米 现在在故宫博物院收藏 这三块印章其中两枚方形 一枚椭圆 一出黄雕锁链连结 方张洗文一阴一阳 阳闻为前用陈汉 阴闻为味精为一 椭圆洗衣为乐 天 实质金银剔透 润则竹枝 客工精细 为清代御用真品 如今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孈